今天的体鞋例行记者会是由台北市体系会会长傅达仁和全国体鞋秘书长陈金树共同主持 陈秘书长表示体鞋的进程目标在积极培训选手希望在明年探陈奥运会中为国争光 所以明年四月将做总决选没有达到标准的选手将予以淘汰 明年六月将聘请外国教练来训练本国教练 左营训练中心主任陈远龙就目前左营训练中心的集训情形提出了报告